情温顺 体格较大 体质结实 无论公母都会有脚 而且还是萝卜脚 最重要的是长着一身枣红色的毛发 这是什么动物呢 早就听说 这萍梁红牛是萍梁市的品牌产业之一 今天我就来到了金川县旭康食品有限公司 想要近距离感受一下这红牛的魅力 我好像闻到一种味 闻到什么味了 好像甜甜的那种 像爆米花的味 对 那一会儿去给你揭晓 看你猜的对不对 闻到的是不是爆米花的味道 真的是爆米花 近期一看就知道了 那我们去看一下 牛肠里怎么会有爆米花呢 葛总还和我卖起了棺子 这就是我们的金资料加工推荐 你看到的这个炒锅里面 就是在炒这些毒物 把它炒熟以后再压平片 那那个爆米花真的是这个东西吗 对对对对 这就是我们培育品量优质高档牛肉的专用的饲料 这个呢就是鸦片黑豆 人都可以吃 真的吗 真的可以吃 我吃给你看 好香啊 所以你只有给牛给它吃这样好的上等的金资料 它才能长成一个高档的一个肉牛 我们才能品尝到高档优质的小花牛肉 那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我们去一个高科技车间 高科技车间 对对对 哪儿啊 想保密吧 还保密啊 对 是哪儿啊 这儿 对 我怎么又闻到一种味儿啊 对 闻到味儿就正确了 对对对 一会儿你会闻到更强烈的味道 这个呢就叫气暴破壁活性飼料车间 那一会儿我们大概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个 呃情况呢 对非常壮观的一个景象 你把镜头对中前面你看着奇异就会发生了 现在一看这是出来的 你看这这现在是热蓬蓬的 你看这就是已经气泡好的出来的 哦 这种饲料呢更适合牛的流味 能改善肉质 哦 为了培育平凉优质高档牛肉 平凉红牛的每一餐都是精心设计好的 参观完红牛的后厨 郭总终于带着我进入了养殖区 可这养殖区的牛棚里没有红牛 倒是有一样东西吸引了我 能听到什么声音 音乐 对钢琴声对吧 哦 对这种音乐呢就是来减少牛的应激反应 哦 使它能够在舒缓的美妙的清液当中来进行反熟 哦 没错没错 对那当然有影响 对比如说它的肉质酸性就大一些 吃起来会影响口感 腥味重 哦 终于在牛棚外面的活动区 我们找到了红牛 平凉红牛是平凉式特定饲养环境和精细饲养方式下 经过长期繁育改良而得到的优良品种 平凉红牛是中国第一个活牛证明商标 以肉质细嫩辩美多大理事花红而组成 感觉特别不错 特别好吃 特别的多汁 而且肉特别的嫩 立马就能感觉到 它平凉红牛独有的香气 平凉红牛吃法很多 煎着吃 帅着吃 甚至可以生吃 这个是 看这个怎么样 生肉啊 对 这个是牛身上唯一可以生吃的部分 叫牛刺生 就是在国外叫巧克力牛肉 巧克力牛肉 对 入口即化 不用嚼 那这个价格应该是很昂贵吧 对对对 这个价格是比较贵的 我们的出厂价呢 大概一公斤九百多 你来试试 我是第一次生吃牛肉啊 对 好我试一下 巧克力牛肉 对你放在嘴里面 完全感觉不到是一块牛肉了 就像巧克力一样 像巧克力 好我试一下 真的好像吃到了巧克力的味啊 对 因为它本身这个牛肉呢 它就有一种奶香豆香味嘛 现在红牛是平凉市的另一个品牌产业 截止到2016年 全市红牛年初篮量已经达到五十万头 依托红牛产业的大力发展 平凉红牛产业链得以延伸 在牛肉熟食食品加工 牛骨髓油茶 牛骨泰提取等方面 一均凸起 平凉红牛 真正成为了代言平凉的一张名片 成为了平凉人 可以对八方来客 津津乐道的骄傲